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附帶要提的內容 這不是這本書裡面深深刻提到 它是附帶要說到 首先我個人是不相信找到目標這件事 我認為目標是要創造的 目標是刻意為之 它不是找到就有了 它是必須刻意創造 而且必須刻意被維護的 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你不知道你想要 溝通對象的目標是什麼 你必須給他創造一個目標 我舉一個我常舉的一個 很無聊的例子 就是警匪騙那種黑道跟 那種善良人士對抗的影片裡面 黑道很多時候會對警察做什麼 就是讓警察結婚生子之後 警察有了孩子之後他就想要保護那個孩子 之後 黑道就可以以此去控制他了 他必須妥協對吧 因為他有一個要守護的目標 他會為其他東西而放棄 所以你看這個時候黑道做了什麼 黑道幫這個警察創造一個人生的目標 然後他就知道你在這個人生目標之前 你其他事情都會妥協 當然這是一個比較負面的例子 可是我想要說的是目標是可以創造的 而我們 有一個義務或者說 如果你想要在一段人際關係 特別是感情中 有一段正面的對談的話 你必須為他設定一個目標 然後為他設定一個目標這件事情 他有很多種形態 等級的目標 比如說我把車移走就是一個目標 長期的目標 我不知道我們一起創業 或者我們一起開咖啡店 或者是我們一起結婚 我不知道隨便 在公司裡面的目標 在一年之內當上店長 或者是在一年之內月收入多少 或者是如何如何如何 很多時候 溝通者 我覺得這就是這本書 比較少提到的是 很多時候 主控溝通者 他必須為對方去 設定一個目標 然後並且必須 不停的去提醒他 目標在那裡 用這個目標來管理這個人 用這個目標 就有點像是你幫那個驢子 當然這個屁股不太好 幫那個驢子加上一個棍子 然後上面掉一個胡蘿蔔 然後他就一直往前走了 你必須為他創造一個目標 這是比較難的 因為這本書裡面也沒有說 但是我覺得是很重要 然後再來 你創造一個目標之後 你必須鼓勵他 往這個目標上前進 當你幫他創造一個目標 創造一個他想要的事情 並且鼓勵他前進的時候 你就在幫他創造 趨吉避凶 你就在幫他創造一個吉 然後他只要開始投資 他只要開始為了這個目標付出 你基本上就成了 為什麼 因為人會對於自己的損失 有很明確的疲勞感 什麼意思 我舉個例子 一個賭徒如果進到賭場裡面 賭錢 然後他贏了100塊 你要他離開 那是很容易的 可是如果他賭的時候 輸了100塊 你要叫他走 那個難度也比前面那個更高 為什麼呢 因為人對於自我的損失 有更敏銳跟不耐的感受 也就是說 首先為他設定一個目標 然後鼓勵他為這個目標付出 當這兩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趨吉避凶就自然構成了 因為第一個 往目標走是吉 第二個 不要讓自己的付出白費 這是避凶 所以為對方創造目標 就是特別重要或者說非常重要 那麼最後 當然我剛剛講了那麼多裡面 目標要怎麼樣創造呢 目標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本書裡面 談到一段很好 他雖然在告訴我們 如何找到目標上面沒有 他從0到1的過程 沒有講得很完整 可是從1到100的過程 講得蠻完整 他說目標有分成三種 一種叫做方向型目標 一種叫做過程型目標 一種叫做具體型目標 方向型目標就是一個大方向 比如說 我們要往結婚的道路前進 我們要如何如何 方向型目標 具體型目標 過程型目標呢 是你走往方向的目標過程中 方向在這個方向道路上的幾個過程 幾個階段 比如說 為了要結婚 我們必須先 得到財務自由 然後我們必須如何如何如何 但我這個只是隨便設定 我不是說一定要這樣 我意思是說 你必須要去這樣的方式去做分類 接下來就是具體型的目標 具體型目標就是很明確的數字 或者是很明確的一件事 比如說 為了要結婚 然後為了要讓我們可以 財務自由 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先列入多少 我這隨便舉個例子 當然這個例子也不一定很好 但我的意思是 目標的管理是必須具體的 也就是從方向 從過程 跟從具體 在這邊說139頁 它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六角形的圖片 我覺得 好啦 反正我都會在意一些很奇怪的事 對 這種就是對目標的分類跟 跟那個 整理 這樣的整理是 特別重要的 然後這樣的整理 為什麼很重要呢 因為 很多時候我們會忘記目標 我們很多時候會以為 我跟你講了 然後你就知道往那邊走 才不是 目標是要被一再一再一再重複的 因為人會遺忘 然後 如果你又忘記 給他短期回會 他就會忘 他就會慢慢慢慢 這個力量就會失去 所以 鼓動他人往自己的目標走 很重要 所以說總之 領導力的表現 並不是一種權威型的領導力 而是啟發他人型的領導力 要啟發他人什麼呢 要啟發他人趨疾避凶 同時你要把他那個疾 跟你想要達成的效果疊在一起 讓他自然選擇你的那條路 人 你逼他做一個選擇 跟他自然做出選擇 兩個理面 自然做出選擇 對我們來說比較能夠接受 下一件事情 這樣的領導力的本質 是 你必須 為對方設定一個目標 當然如果他很知道 他人生目標是什麼 或者說他現在做的事情 他跟你交往的時候目標是什麼 他跟你交往的時候目標是什麼 那就很明確了 可是很多時候我們 在人與人相之間的時候 你是沒有目標的 所以 我有一段話我覺得特別 我每次 我之前看到的一些那個 愛情語錄的一段話 我覺得特別好 他說 我希望每一個離開我的 每個與我交往後離開我的人 都 每個與我交往過的人 他離開的時候都比 他遇到我的時候還要更好 像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好的目標 當然這有可能是一個撩眉雨露 但他背後的意思就是 他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每個與我交往的人 都會更好 所以他在整個溝通 或者是過程中 都是朝著這個目標去前進的 當然如果可以真的這麼做 真的很棒 我只是突然想到 為對方設定一個目標 然後相信他自然而然會趨吉避凶 同時呢 當他一旦開始投入 因為他只有付出 他就會不希望自己的付出白費 他就會越容易被你 啟發 往你想要達成的效果上面 達成你們雙方的雙贏 那麼在引導他人尋找目標的過程中 有所謂的短中長的三個方式 在這本書 凡登可負責的領導力裡面有提到 你今天只要分享這個直播 我們就會抽三個朋友 然後送書給你 好啦今天要講的講完了 今天這個不是很好講耶 聽的人應該也覺得不是很容易吧 畢竟人家這個課是什麼 300萬付費會員推崇 我們現在有136個朋友在觀看 好吧 所以我也沒什麼可說的 我來看一下凡登的背景 當然如果你們現在有什麼問題 你們可以提提看 如果想跟我先聊也可以啦 我們留個五分鐘跟大家聊聊天吧 喜歡這支影片嗎 那一定要訂閱我們快樂大學 Happiness University的YouTube 以及按我們的鈴鐺喔 最後你按了鈴鐺之後 你才會收到我們的每一個影片的發布通知 同時還有熊仁謙的Instagram跟Facebook 在這裡我們每個禮拜都會各直播一次 討論一個主題以及介紹一本書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